大家好,我是胡小妹 今天我们要做一款超级简易的焦香黄金板栗红薯块 需要的材料就这些 红薯可以用任意种类的 红薪做出来的比较香甜 我用了白薪的,做出来会更面一些 把红薯去皮切成小块 用蒸锅或者微波炉打到烂熟 料到用叉子能轻易扯碎的程度 然后加上熟的板栗,再次加热半分钟 取出来趁热把它们都弄碎了 用熟捣碎器或者叉子都可以 这里不需要弄得太细腻 有些颗粒我觉得反而比较好吃 然后加上一个蛋黄,白砂糖,软化好的无盐黄油 根据自己红薯泥的质地 加入适量的奶油或者牛奶 能形成一个面团就行 把红薯面团倒到案板上 用刮刀片配合擀面杖 整理成方方正正的形状 然后丢到冷藏室冰个20分钟定个形 取出来后就把它切成一个个差不多大小的小方块 温柔地转移到烘焙纸上 有不整洁的地方还可以整理一下 下面就要给它们上层高光 在蛋黄里倒上一丢丢的水,搅拌均匀 然后用刷子温柔地刷在小方块表面 有黑芝麻粒的也可以撒上一点 刷好后丢到预热的210摄氏度的烤箱里烤个10分钟 取出来再刷一次蛋液 烤个4-5分钟到金黄就可以了 咬开略微焦香的表皮 里面就是香甜软糯的红薯板栗泥 是一款无论趁热还是放凉了吃 口感都非常棒 又比较健康的小零食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